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民众对健康的意识也抬头 周末即将就是迎接父亲节 科技智能商品 以及测血氧的智慧穿戴配件 也成为了送礼的首选 那么花莲远东百货呢 随着这个疫情调整了 这个正常营业的时间 也恢复餐饮内用 并配合推出父亲节 以及年终庆的活动 要在一起期间 让花莲的乡亲带父亲 能逛得安心又开心 随着疫情降级 也迎接即将到来的父亲节 远东百货花莲店 搭配父亲节举办年终庆活动 推出智能产品家电 以及智慧穿戴优惠 即日起至8月22日 其中像是太阳能智慧晚表 除了可监测血氧 还有针对户外活动等监测功能 相当适合男性 另外像是电弧刀 也推出买猪送 破万空气清净剂的优惠 平常上下的话 可以看到你的健康资讯 心率血氧 压力部署 睡眠这些都有 像爸爸一般的话 他登山 钓鱼 水上活动 饭粥 这些全部都有 还有这一款冲浪款的话 他还可以看到有潮汐的功能 圆柏这次特别针对父亲节 举办年终庆的活动 那针对智慧家电 或是男性商品的话 特别有非常多重的优惠回馈 像是GAMI的部分有最人气的机种 有88折的优惠 这个是开幕以来的最低的折扣 另外在Dyson的部分 因为他重新改装 那还有百灵的刮胡刀 他是买一台刮胡刀 就送你一个空气清净机 或是电动牙刷 那这样子的优惠 都是满万的优惠 那希望呢 所有的花莲乡亲好朋友 可以多多选择智慧型的家电 那另外在疫情解封的部分 我们也开放了有条件的内用 我们在餐厅的部分是一半的进场人数 为入管为主 另外呢 是会采用梅花座或是隔板的部分 那在涮奶液的部分 因为不共锅不共食 所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拥有一个餐桌 跟一个锅物 那我们自助吧 现在目前也是没有开放的 所以是开放专人的服务 跟坐边的服务 营业时间从解封之后 我们也恢复正常了 现在营业时间 是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 也欢迎所有的花莲乡亲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出来走一走 原百花莲店目前已调整为上午11点至晚上10点的正常营业时间 餐厅推出外带优惠或有条件开放内容 彩梅花座椅设有隔板等防疫措施 店长黄永芳表示 从疫情冲击 初故目前人潮回流应有恢复到6成左右 疫情期间也进行店内大规模改装 要持续带给花莲乡亲最新产品及更优质的服务 欢迎民众带着父亲 疫情期间一起逛得安心 吃得开心 记得讲方言 华联士报导 感谢观看